低密度脂蛋白到底应该降低到多少何时 我最近也接诊了一个患者 他呢平时有糖尿病 有高尿酸 同型半冠酸也高 还有高血压 可以说危险因素他全有 但是呢他迟迟的没有控制好低密度脂蛋白 以至于最后发生了这种冠心病 包括脑血管疾病这种严重的病变 那么好多朋友都有这个疑问 包括我接诊的这个患者 他就说我这个血脂在正常范围之内 这也需要控制吗 正常范围 它的上头标的是3.5毫米 不超过3.5毫米 它就算正常 我说你这个错就错在 你光看这个化验单上的参考范围了 因为低密度脂蛋白不能看这个参考范围 要结合你的危险程度来评估 你看这个人啊 这个有痰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 还有这个高铜型半冠酸和高尿酸 而且呢他还吸压 你综合评估下来 它是一个高位 甚至可以朝着极高位 这样进行危险分层 那这个时候 它的低密度脂蛋白 好多朋友常关注 张大夫就知道 他可能要控制到至少控制在1.8毫米 每升一下 而他平时老是3.3 3.2这个水平 长期没控制最后发生了这种黄澄澄的中央板块心脑胸 实际上今天呢我想通过这个例子跟大家说什么呢 就是大家平时看化验单 但千万不要以参考范围为准 以参考范围为准 只是少数指标 或者说一部分指标可以以参考范围为准 比如说血肠规的指标 比如说肝肾功能等等 而血脂是不能以参考范围为准的 血脂要结合临床 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说你说血脂化验完了 你最好让医生看看 比较了解心脑血管疾病危险分层的医生 给你进一下危险分层 看看你低密度应该控制在多少 好多朋友呢也说 说张大夫你怎么老讲低密度指蛋白 是不是你就会讲这一个 实际上不是 大家可以看看我这个视频下方的 这个高血脂专栏里头 我讲其他血脂指标 是不是每一个都讲得很清楚 但是为什么讲低密度指蛋白讲得多 因为它危险 它是形成这种黄橙橙中央斑块的一个核心物质 最重要最坏的血脂 所以说我就时常提醒大家 今天呢提醒的这个目的呢 还是告诉大家 血脂尤其是低密度指蛋白 可真不是你看的那个参考范围打标就行了 他要看具体情况 因为只有控制好这个指标 后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才能得到控制 所以说张大夫反复的讲 希望我今天的介绍能帮到大家 因为也是有感而发 有很多时候 真的是因为普通大众老百姓 自己的一点医学知识的欠缺 或者说这方面了解的不多 而长期耽误最佳的治疗机会 等到最后重的时候再治 其实多多少少 你说心梗了脑梗了 治是要治 但是这个时候它就不如提前上五年十年控制好 不让它发生心梗脑梗 这才是最好的 您说对吗 希望我今天的介绍能帮到大家 尤其是帮到大家正确认识低密度指蛋白 能需要控制到多少 合适 如果大家想听我更多的学址的知识的这个长视频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专栏 专栏里头有咱太多太多的这种长视频解读 大家拿着化验单自己仔细听 一定能听明白 可能有好多知识你也都不知道 然后自己听明白了 它才能更健康 才能更长寿 好了 今天说到这儿吧 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 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让更多人受益 关注健康 关注心理科医生 张智英大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